这个女大学生正在洗澡,她忐忑不安地从浴室走出,而屋外等待她的,却是一个毫不相识的陌生男人。 男人招呼女孩走近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令女孩走上这条堕落的道路。 女孩名叫文心,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她在校成绩非常优异,总是获得各种比赛证书。 可随着接触的事物增多,文心渐渐迷恋上奢侈物品,起初室友都以为她谈了有钱的男朋友,但一通追问下,文心终于到处实情,原来她最近接触到一个网贷平台,贷款的流程非常轻松,动动小手就能买到这些想要的名牌,而虚荣的文心却隐瞒了一点,就是贷款的要求便是拍摄自己的裸照。 现在的文心还沉迷于虚荣的快乐中,无法自拔,可没过多久,她便开始收到催债短信,这让她感到心里焦脆,可心里焦脆只是钱财。 很快,文心的闺蜜小微告诉她,自己收到了文心的催债短信,以及她的裸照。 得知这个消息,文心顿时感到羞愧不已,催债电话也接二连三打来,电话里的男人威胁她,如果还不尽快还钱,下一次看到裸照的人便是整个学校。 无奈,文心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抽钱,可平时的兼职来钱太慢,为尽快抽钱,文心来到一家娱乐会所上班,她每推销出一瓶啤酒,就能得到很高的利润,但来到这里消费的基本都是大老爷们儿,看到文心这样的嫩崽崽,免不了动手动脚。 但文心每次都能巧妙逃脱,可她为了这个兼职,整日早出晚归,学习也不深落下。 闺蜜小薇察觉到文心不对劲,偷偷跟着她来到这家娱乐会所,正巧撞见文心被一个顾客刁难,对方要求她一口气干完两瓶啤酒,不然就把经理叫来。 文心未保住工作,只能给顾客喧一个,小薇刚好目睹全城,她冲进包厢,躲下酒瓶,拿着文心就要离开,不料被顾客阻拦。 小薇爆脾气上来,直接把酒泼人家脸上,这种行为,无疑激怒了包厢里所有的人,众人一言不合殴打起来,会所经理及时赶到替二人解围。 经理对文心一直照顾有加,觉得她一个女孩也不容易,为了尽快偿还债务,文心开始业意几日加班,但无论她怎么努力,她的工资也比不上翻滚的利息,这让文心不得不从一个推销员转为陪酒女。 由于每天回去太晚,文心害怕室友们起疑心,她便谎称自己谈了男朋友,要搬出去和她一起住,可小薇却知道文心一定在撒谎,她害怕文心越陷越深,便打车来到文心工作的地方。 正巧碰上文心的同事,跟着顾客上了车,小薇很好奇他们会去哪里,于是她便跟着这辆车,谁知二人竟去了一家酒店,看到这里面的水如此之深,小薇更加害怕文心误入歧途, 但一切都晚了,文心压根没钱自己租房子,她整天就睡在会所的包间里,好在经理对她不错,文心所欠的高利贷正是经理负责的,她为给文心争取时间,在里面偷偷做了假账,但这个手脚很快被老大发现,经理被人狠狠揍了一顿,老大告诉她,如果文心还不抓紧还钱,那她的裸照将会散播在大街小巷,经理知道文心没钱,并没有告诉她这件事,反倒准备偷偷替她筹钱, 可经理的小弟对此非常不满,她早年间跟着经理来城里打拼,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毛钱没攒到,每次挣点钱,经理就带她吃喝玩乐,现在,看她为了女人要到处筹钱,小弟的心中更是不爽,她偷偷告诉文心经理被打一事,还说如果再不还钱,估计经理的腿就保不住了,文心知道以后着急不已,猛问小弟有没有什么来钱快的方法, 这个问题正中小弟下怀,她早已和会所里的红姐串通一气,要把文心作为大学生的第一碗拍卖出去,文心得知这个买卖,她没有拒绝,事到如今,如果再不还钱,经理就会遭殃,自己的裸照也会流散,终于文心跟着小弟找到红姐,还被红姐带到一间阴暗的房间,拍了一些裸露的照片, 今晚就要挂在平台上,坐地起架,文心的身份非常吃香,她的第一碗很快就被拍下,可在她即将被交易的前一碗,经理又被打了,文心急忙赶到经理家中,看到经理被打得鼻青脸肿,她感到无比心疼和愧疚,可经理却说没关系,他们只要还愿意打我,那你的照片就能保住,看到经理为自己如此付出,文心的心彻底倾向经理,二人相拥在一起,在这一晚,她把自己交给了经理, 第二天,她背着经理来酒店进行交易,在浴室里洗澡的她,内心复杂不已,她缓缓走出浴室,恰巧接到小薇的电话,她不敢告诉小薇自己在干嘛,而小薇却听到了旁边男人喊她的声音,害怕暴露的文心急忙挂断电话,可还是被小薇知道了,文心浑身紧绷走向男人, 与此同时,小薇意识到不对劲,她急忙联系经理,经理顿时明白,一定是小弟搞的鬼,而且交易的酒店她也知道,因为红姐每次都是定在这家,二人疯狂冲向酒店,小薇在途中报警,让警察来酒店抓人, 二人冲到酒店大堂,刚巧看到在楼下等信的小弟,经理冲上去报答她一顿,赶紧冲上去找人,屋里的文心也受不了这样的交易,开始拼命反抗,终于经理找到了文心的酒店,屋里的男人落荒而逃,二人带着文心准备开车回家,其料小弟绑架了刚刚交易的男人,蹲烧在经理的后座上,他一把劫持小薇,威胁经理把车开到红姐那儿,因为他已经跟红姐定好了,事成之后五五分成, 今儿个,这个客户必须成事,他乏风一般让男人赶紧交易 与此同时,警方联系不到小薇,已经定位她的手机,行李未找到机会逃脱,故意制造车祸,不料还是没能成功,小弟劫持小薇并划伤她的大腿,鲜血顿时顺腿直流, 几人被小弟带到一处旧厂房,警察也顺着血迹慢慢赶来,在厂房中,三人齐心协力与小弟抗衡,警察及时赶到,制止了这场荒唐的闹剧 最终,这个网贷平台被一网打尽,文心也得以回到校园继续生活 然而,文心是幸运的,她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才能重回正轨 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误入歧途的女孩,还因贪恋一时的虚荣,掉进无尽的圈套 本该青春绽放的年华,却被迫提前凋零 村里有个风情万种的寡妇,她开的麻将馆生意是最好的,因为在她这儿,男人们打的不是麻将,而是快活 每次结束时,寡妇都会挑选一名幸运观众,今晚和她一起共度凉宵 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令她如此堕落,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寡妇名叫二娘,结婚不到半年,丈夫就突然恶极去世 可怜的二娘根本没钱操办葬礼 幸好村长帮忙,葬礼才能简单进行 年轻貌美的寡妇抱着丈夫的遗像,呆滞地走在乡间小路上 路边村民纷纷议论,这女的死了丈夫,竟一滴眼泪没流 可见,外边早就有人,没准村长忙前忙后,就是从中捞了不少好 村长路过这些碎嘴子,直接呵斥他们,管好自己 可到了夜晚,她便鬼鬼祟祟来到二娘家 家街安慰之游,对着二娘伸出魔爪 没成想,被二娘一把甩开 村长吃了别,心中自然不爽 她可是一村之长,能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寡妇 于是第二天,二娘家里的墙就倒了 她自然明白是谁干的,但不愿屈服的她 开始走街串巷,想让邻居帮忙把墙盖回来 村里的男人们是挺愿意帮忙 但老婆一看,这么年轻的寡妇自然不肯放人 就这样,二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最后一家 村里的傻子,二成 二成没有老婆,妈妈也是个寡妇 他们一听二娘需要帮忙 立刻热情地提着东西就要开干 在二成垒墙的这段时间 二娘都会为二成做饭 他们也经常一起出去散心 虽然大家都说二成是傻子 但二娘明白他根本不傻 他开始向二成吐露心声 小事后,他被家里人领养回家 领回来的目的就是将来为弟弟 挣点彩礼钱 善良的二成心疼二娘 和他一起听歌缓解悲伤 二人奔跑在乡间 无畏村民们的议论纷纷 可好景不长,寡妇和傻子的亲近 传到了村长二中 他主动前来找到二娘 当面威胁二成 以后别再过来 二娘不想二成受到伤害 便打发二成回家 自己带着村长进屋 二娘只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 面对村长的欺压和逼迫 她最终只能选择屈服 本以为村长得逞之后 就能放弃骚扰二人 但村长一人的得逞 换来村里更多男人虎视眈眈 强子听说此事 便来霸王硬上宫 生病的二娘拼命抵抗 反被赶来的强子老婆误会 她一把揪着虚弱的二娘甩到村口 咒骂她就是个骚狐狸精 勾引别人的丈夫 围观群众纷纷指责二娘 因为在他们眼里 寡妇肯定会做出这种事情 只要二成赶来替她说话 不料反被强子老婆一巴掌打倒 二娘无助地坐在地上 被人狠狠误打 欲行不轨的强子 也只是淡定地抽着烟 看着眼前的一切 此时村长过来 本以为会阻止此事 可她却嫌弃地甩下一句 伤风败俗 二娘看着这群可悲的人们 她哭得悲痛欲绝 从这天起 二娘变了 她开始化起了浓妆 卷起最时髦的大波浪 本就样貌出众的她 稍加打扮 显得更加风情万重 她在村里开了一家麻将馆 来打麻将的人很多 无一例外都是男人 二娘在麻将馆里 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谁让她赢钱最多 晚上她就能留下睡觉 虽然二娘已经堕落 可二成并未失去生活的信心 她一直努力赚钱 想着能有一天去二娘回家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 这天夜晚 二娘正在照常打麻将 忽觉一阵干呕 在她冲出去呕吐时 屋内的男人纷纷打去 怀的到底是谁的种 可二娘却收起往常的随意 让他们赶紧回家 待到男人们都被赶走之后 她急忙关上门 摸着自己的肚子 幸福地笑了起来 这个孩子 是她黑暗生活中的一缕光 她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怀上孩子 她的人生里终于出现了亲人 二娘推算时间 觉得十有八九是村长的孩子 她主动前去联系村长 可没想到村长却死活不认 还说让她哪远滚哪去 此时的二娘忽然又变成了一个弃妇 孩子没有爸爸 她一个人抚养不起 绝望的二娘欲要投合自尽 被赶来的二成阻拦 她告诉二娘自己挣到钱了 可一却二娘结婚了 二娘顿觉可悲又感动 一个傻子娶一个寡妇 恐怕他们日后会被闲言碎语杀死 但二成却一把搂住二娘 告诉她自己无为别人怎么说 她一定会给二娘最幸福的人生 二娘感动了 她没有想到 这世上真的会有人认真爱她 二成做到了 她为二娘办了一个热闹又隆重的婚礼 那天的二娘很美也很幸福 婚后婆婆对二娘也很好 几乎不让她干重活累活 二娘始终觉得对不起他们母子 便把实话说了 她肚里的孩子不是二成的 可婆婆却满眼含泪告诉二娘 她一直都知道 因为她也是寡妇 她明白二娘有多不容易 无论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这个家都会把她当作亲生孩子对待 婆婆说着说着便心疼二娘哭了起来 这一刻二娘知道这是她的亲人 她一定要好好报答的亲人 二娘告诉婆婆 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可天不遂人愿 这天二娘独自在家 村长竟然不请自来 她威胁二娘 抓紧把孩子打了 因为她害怕将来孩子长大 回头要分她的家产 二娘对于这个无赖 简直无话可说 她告诉村长 这就是她和二成的种 让村长抓紧滚出去 二人在推葬间 二娘被重重推倒在地 顿时鲜血滞留 回家的二成看到眼前这一幕 法疯般要找村长算账 慌乱的村长抓起刚磨好的菜刀 冲着二成一通乱灰 不料刚好割到二成的喉咙 这对刚刚结婚的夫妻就这样 死在了贴着喜字的树下 而不远处的婆婆 还在等着儿子回家拿钱包 一起去为儿媳买衣服 一辆载满乘客的公交车坠落悬崖 车上无一人幸免 本以为是场悲痛的意外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 这个事故竟是女司机有意而为 这来自于一个真实案件 这天一辆44路公交车 照常行驶在荒芜人烟的小路上 车上坐着满满当当的乘客 但气氛非常安静 也许是太过无聊 女司机感到有些疲惫 忽然路边一个招手的小伙 引起女司机注意 列车停靠 小伙上车后急忙感谢女司机 说自己已经在这儿等了三个小时 小伙的热情让车上终于有了生机 女司机也开心地和小伙聊了几句 谈话间小伙注意到 眼前的工作似乎不是女司机本人 她询问女司机是不是替别人上班 女司机则幽默地回答 是她减肥了 正当二人开玩笑之时 路边又有两个男人拦车 只见其中一个白衣男捂着肚子 像是不舒服的模样 好心的女司机立刻停车开门 询问男子怎么了 没想到二人一上车就立刻说要抢劫 把钱都他们掏出来 天呐 车上的乘客包括女司机全都吓坏了 无人感动一下 白衣男看众人不行动 又开始恶狠狠地恐吓大家 随后 黑衣男看情形差不多 便拿着提包 一个个过去收钱 白衣男也没闲着 他转身一把拍向女司机 女司机为了保住性命 急忙起身给钱 正当黑衣男有条不紊收钱时 不怕死的钉字户出现 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给钱 黑衣男高声询问白衣男 这货不给钱咋整 女司机听后急忙劝钉字户 把钱给了能留条火命 此时白衣男看着眼前清纯的女司机 心中动起了歪心思 色眯眯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 眼瞅着钉字户还是不肯给钱 白衣男直接过去 有了白衣男这句话 收钱的行动变得更加顺利 二人打劫完全车以后准备撤退 然而临走之时 白衣男再次看向女司机 任凭黑衣男在后边怎么催促 白衣男就是不愿下车 终于在强大的欲望驱使下 白衣男一把拽下女司机 将她强拉下车 女司机惊慌不已 她不知道白衣男要做什么 她疯狂恳求白衣男 能不能放过自己 她可以把钱全给她 白衣男嫌她叽叽喳喳太吵 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女司机被重重删倒在地 白衣男开始拖着她 往一旁的草丛中去 与此同时 车上一群黑压压的乘客 都隔着窗户 观望着这一切 小伙实在看不下去 她不仅询问众人 为什么都刚看着 不下去帮忙 小伙这一声质问 唤醒了一名男子的良知 可很快 男子被老婆按回座位 面对全车人的袖手旁观 小伙迟疑了片刻 她眼瞅着女司机 已经被拉了过去 她想了又想 鸟牙下车往前冲 当小伙冲下车的一刹那 刚刚还呆若目击的一车乘客 顿时纷纷弹起 赶紧望向窗外 生怕错过一点精彩画面 小伙企图冲过去救人 不料被看守的黑衣男拦截 黑衣男把小伙撂翻在地 给了他几个嘴巴子 狠狠地咒骂他 是不是找死 可即便小伙被狠狠殴打 他还是想要起身 去救女司机 黑衣男健壮 直接掏出小刀滑向小伙大腿 小伙顿时疼痛不已 大腿上的鲜血直流 眼瞅着小伙疼得无法起身 黑衣男猛踹击脚 慌忙跑开 而二人在打斗之时 远处的白衣男已经得逞 他身下的女司机哀嚎不断 整个田野都回荡着他的惨叫声 可即便如此 车上的乘客们还是远远为观 甚至看得津津有味 没有一个人愿意下车帮忙 几分钟后 白衣男心满一足起身 和黑衣男火速离开 被羞辱后的女司机缓缓站起 他静止走向公交车 上车后 他用绝望而愤怒的眼神 盯向若无其事的一车大老爷们 面对女司机的直视 没有一个人回应他 更有乘客 不懈地瞟了他几眼 女司机此时此刻 内心充斥着崩溃和绝望 他绝望 为什么自己会被拖下车 他崩溃 为什么这一车人 能这么冷漠 随后 女司机坐回驾驶位 可他的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 他感到十分的憋屈和委屈 他无法现在立刻启程 就在这时 女司机的心中 萌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受伤的小伙 一拳一拐回到公交车 他面对女司机 仍是满怀歉意 向他道歉自己没能帮上忙 可女司机却冷冰冰地 让他滚下去 小伙对此感到甚是疑惑 明明这一车人 只有我救了你 为什么不让我上车 但没等小伙说完 女司机便直接关闭车门 还把小伙的行李 从窗户扔了下去 随后 公交车就直接开走了 小伙崩溃至极 荒郊野岭 这可怎么回家 索性天无绝人之路 小伙在路上 成功遇到好心人 载他一程回家 可就在行驶途中 一辆急驰而过的警车 引起小伙注意 警车停靠在一座大桥旁 好奇的小伙和司机下车观看 现场冒着滚滚浓烟 他一拳一拐靠近警察 不料竟从警察口中听到 小伙顿时震惊 警察告诉他 是公交车坠桥掉落 车上的人全死了 小伙听到这儿 终于明白了女司机的用意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 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直白地揭露了人性的丑恶 引发大家深思 如果你当时坐在车上 是否会和小伙一起下车帮忙 这个女人死了老公 却疯狂对女儿撒谎 听到女儿这番言论 女人气急败坏 欲要给她一巴掌 却被一旁的女警拦下 究竟是怎样的隐情 会令警方情绪如此激动 事情还要从两周前说起 这天 刑警队接到一起报案 一个女人 声称自己的老公被打了 不光如此 打人者 还大放厥词 说以后 见他一次 打他一次 原来 男人名叫王亚林 他所居住的小妻 长期无人管理 流浪狗成群结队 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 自己的女儿小方 下碗子息时 还被流浪狗咬了 这令他非常气愤 于是 王亚林便主动 把这些流浪狗 全部收拾了 至于收拾的方式 那便是 打死送到狗肉馆 然而 他的行为 恰好被一位记者目睹 记者拍下视频 并阻止他 可王亚林 非但不听 还殴打了这名记者 记者一气之下 就把视频发到网上 一夜之间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网友 人肉王亚林 爆出了他的家庭住址 甚至有网友 还用弹弓伤害王亚林 致使他头部受伤 这样的情况 已经严重威胁到 王亚林的人身安全 为克制这些网民们的 偏激行为 警方找出那些 在网络上言语过激的用户 挨个进行盘查 攻击王亚林的网民 也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并承诺不再冲动 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 谁知 几天过后 刑警队接到报案电话 王亚林死了 警方急忙赶到案发现场 王亚林的头部 遭受重击而亡 现场并未找到凶器 王亚林的妻子 赵美云表示 她平日里并未和什么人结仇 每天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晚上去接女儿放学 但由于王亚林和她是再婚 所以女儿不是她亲生的 二人的关系有些身份 王亚林便想着多陪陪女儿 了解完情况后 警方在王亚林家楼下 遇到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她叽叽喳喳说 要给警方提供一些线索 但嘟嘟囔囔说了半天 警方是一句话都没听明白 警方向周围群众打听 这个女人是不是精神方面有些问题 原来这里的人都叫她留大明白 她本来是个正常人 可无奈 她的女儿遭遇流氓欺负 后来虽然流氓被抓 可她的女儿却寻了短见 自此之后 她的精神也出现了问题 警方了解完基本情况后 回到警局 法医这边却出现重大线索 王亚林死前竟然有过性行为 而且依照她的伤口位置 她应该是被人从背后袭击 而案发的时间 刚好是她女儿放学的时候 警方决定对王亚林的女儿小芳进行盘查 然而小芳面对警方的询问 却是闭口不谈 总是说自己不知道 不清楚 性格仿佛极其自闭 看着小芳如此紧张 警方只好放她回去上课 看着线索宛如大海捞针 警方感到有些棘手 思虑再三 警方还是决定 要从王亚林的家人下手 然而 当他们再度来到王亚林家中时 却发现王亚林的老婆正在殴打女儿小芳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那卫生巾不会用啊 啊 这裤子还能穿吗 你就不能让我省心点 面对赵美云的责怪 小芳低着头瑟瑟发抖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可警方却注意到 这个裤子上的血迹 有些蹊跷 回到警局之后 警员提出心中的疑惑 如果真的卫生巾使用不当 那出血的位置 不应该再裤腿 这个疑点 让他不由联想到前几日 他在警局门口 再次偶遇刘大明白 刘大明白说 那个王亚林不是东西 他曾目睹王亚林经常欺负小芳 不仅对他动手动脚 还经常亲他 起初 他以为刘大明白在胡言乱语 但现在看来 也许人家是真的明白 未验证小芳与此事是否有关系 他们偷偷拿走小芳的裤子 回到警局进行比对 结果出来 果然是王亚林的血迹 这个结果让警方有些吃惊 如果真如刘大明白所说 王亚林做出如此禽兽的行为 那么小芳很有可能 是为了保护自己 为问出更多的消息 他们再去寻找刘大明白 然而这次 他们在刘大明白身上 也发现了血迹 不光如此 他家的地上 扔着一块沾满血迹的砖头 这两样东西 都被警方拿回警局比对 结果都是王亚林的血迹 警方立即将小芳带到警局审问 然而带走时 赵美云以为 就是小芳杀害了王亚林 便开始对他进行打骂 别闷已久的小芳 终于忍不住开口 他怒斥王亚林 根本不是他的爸爸 他不配 然而赵美云 还是对他谩骂不休 说你把爸爸杀死了 咱们娘俩的生活 还怎么过 说着说着 就开始打他 警员实在看不下去 抬手阻止了赵美云 并怒斥他作为一个母亲 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和关怀 也不知道自己的女儿 遭受了什么 就这样 小芳被带回警局 起初小芳还是什么都不肯说 直到警方说出刘大明办事 小芳忽然显得非常慌张 终于 他告诉警方 王亚林从他14岁开始 便侵犯了他 每天晚上 借他晚自习放学 压根不是什么担心他的安危 而是要带他去公园 行不轨之事 终于 他马上要考大学 为了远离这个变态 他拼命填报最远的志愿 但 这件事被王亚林得知后 非常生气 准备找老师修改志愿 警方询问小芳 这件事妈妈知不知道 小芳摇摇头 说自己没告诉过他 因为从小到大 他都会受到妈妈的打骂 无论他做什么 妈妈都会埋怨他 没有人真正关心他 除了刘大明办 那一晚 王亚林又把他带到公园 企图猥亵他 正当小芳拼命挣扎时 刘大明办 从背后拿起砖头 狠命砸向王亚林 边砸边咒骂他不是东西 惊慌失措的小芳 看到刘大明办这样 吓得急忙跑回了家 后来他才知道 王亚林被他砸死了 可小芳哭着告诉警方 刘大明办真的是个好人 他只是不想看到 有人像他女儿一样 被坏人欺负 最终 刘大明办被戴上了手铐 也许 他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也许 他的心里 比谁都要明白 女人的丈夫突然去世 崩溃的他只能面对现实 抱着骨灰和回家 然而 令人震惊的是 三年后 女人竟在商场里 亲眼目睹丈夫 生龙活虎 此时的他终于发现 自己陷入了一场惊天骗局 女人名叫小杰 与丈夫王凯一见钟情 二人很快便结婚 有了孩子 生活虽不是大富大贵 但也小资小卫 可一次简单的同学聚会 彻底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张琦是王凯的大学同学 毕业后 他前往深圳发展 挣了不少钱 此次聚会 他带来许多国际友人 恰好 王凯英语水平不错 能和他们顺利交流 试金字永远会发光 王凯的谈吐很受国际友人赞赏 其中一位向张琦表示 想聘请王凯去他们公司上班 可王凯确实没什么上进心 听后一口回绝 但小杰得知此事 立马向张琦打听 深圳那边的公司怎么样 发展前途如何 张琦一听小杰有意 赶紧一通胡吹 说不仅发展前途一片光明 甚至只要王凯花40万入股 他过去就是总经理级别 这话说的小杰越听越激动 当晚他就跟王凯商量 让他跟着张琦去深圳发展 不仅去 而且还要入股 王凯一听坚决不去 说现在在这挺好的 可是小杰却说 王凯的实力要比张琦强得多 可人家现在住洋房开豪车 而王凯呢 在农村里整天一眼望到头 依照王凯的实力 怎么着 也要比张琦混得好 王凯被说得有些动摇 小杰立马加把劲 说股金40万我有 我给你出资 你放心去深圳发展 王凯一听 40万他竟然有 立刻惊奇 这钱哪来的 小杰说 他爸退学后 有一笔离休费 刚好40万 在他那放着 可以先拿来投资 小杰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 王凯终于动心了 于是 他便踏上了深圳之路 临走时 他告诉小杰 自己挣到钱 一定会把他们娘俩 尽快接过去 让他们住洋房 开豪车 听到丈夫向自己 承诺美好未来 小杰认为 这40万套的值 可他万万没想到 王凯这一走 便是物是人非 这天 小杰接到家中急报 说老父亲报警了 他着急忙慌回到家中 却发现 父亲以为40万被人偷了 尴尬的小杰 急忙告诉大哥 那钱是他拿的 让警察回去 等到警察走后 父亲对此极其愤怒 40万不是个小数目 小杰一声不吭 就把钱给了一个外人 实在是不孝 可小杰却说 王凯是一家人 这钱以后会还的 父亲说 不必等到以后 这40万 是他留给几个 孙子孙女的教学资金 将来孩子上学 都要靠这笔钱 现在钱没了 你让孩子们怎么办 一听这话 大嫂和老三也急了 让他抓紧去要钱 可小杰却死活不肯 还夺闷而出 父亲被小杰气得 当场晕厥 随后抢救无效 遗憾去世 葬礼商 大嫂为此事 和小杰彻底闹掰 甚至给了小杰一巴掌 这家人的关系 变得非常紧张 正当小杰准备 忍其吞声 等待王凯发财时 张琪从深圳 向他发来急报 让他抓紧来深圳一趟 等到小杰 朝气忙慌 赶到深圳时 眼前竟是 王凯的骨桂盒 王凯的去世 对小杰来说 是晴天霹雳 张杰说 是因为操劳过度猝死 伤心欲绝的小杰 抱着丈夫的骨桂回家 大哥大嫂得知此事 纷纷前来安慰 大哥还让小杰以后 搬来和他们一起住 起码家里有个照应 回家后 本来要好好吃顿饭 可大嫂还是提起 那四十万的事 战火再次被点燃 小杰再也无法忍受 这样的生活 他一口气写下四十万欠条 把玻璃瓶砸碎 割破自己的手指 用鲜血签字画压 这一闹 家里算是彻底决裂了 小杰带着儿子 搬到深圳生活 他打算在王凯死去的城市 代替他好好生活 小杰找到自己的发小 让他帮自己谋条出路 发小曾是烟草局经销处处长 他帮小杰找到渠道 售卖香烟 还替他包下一间门面房 就这样 小杰不花一毛钱 便轻松起家 烟草的生意蛮好 小杰可以正常供孩子上学 但世界上 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发小多年来一直暗恋小杰 现在他成了寡妇 自己终于可以上位 发小心急地向小杰告白 并表示自己可以照顾他后半辈子 谁知小杰却态度坚决 他说自己不喜欢发小 也绝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这一拒绝便彻底断了小杰的财路 门面房没有了 挣的钱也大多用来还四十万欠款 为了保证儿子上学 小杰只能去做陪酒女 可从小教生惯养的他 怎么可能受得了这样的工作 他感到自己被狠狠羞辱 绝望的他回到家中 欲要自杀 可孩子的一句妈妈 换回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他重新收拾心情 继续开始做陪酒女 适应了这份工作的小杰 开始变得应对自如 陪酒的钱不够 小杰又坚持按摩师 虽然按摩师会遭到客人的刁难 老板的打骂 但小杰仍旧咬牙坚持 他一定要供孩子继续读书 然而这一天 孩子偶然的一句话 彻底击垮了小杰奴隶的人生 儿子放学回家告诉妈妈 他在商场看到了爸爸 起初小杰不信 直到儿子拉着他亲眼目睹王凯 他才真的相信 自己的老公竟然还活着 小杰欲要上前一探究竟 却被王凯身后的张琪发现 他急忙拽住小杰 说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小杰说 当年王凯来到深圳 确确实实当上了总经理 可由于张琪的工作失误 令公司背上千万损失 王凯作为总经理 难辞其咎 董事长向王凯开出条件 只要王凯愿意跟着他 那他可以对这次损失 既往不咎 王凯起初死不答应 可王凯却向他分钟了 其中的利弊 如果不答应 那就是等着坐牢赔钱 只不过是陪董事长 开心一阵子 大不了之后再想办法脱身 王凯觉得言之有理 便和王凯一起策划了这出骗局 可时间久了 王凯便过惯了这种 纸醉亲密的生活 不想再回去了 小杰听完这些话 简直感到五雷轰顶 这么多年 他为了王凯失去父亲 失去尊严 失去自己 而王凯却和别的女人 过着幸福的生活 小杰抱着骨灰盒 找到王凯 王凯一看到小杰 慌到语无伦次 王凯拼命向小杰解释 自己也是身不由己 可小杰却告诉他 父亲去世的消息 王凯一听顿觉离奇 那四十万的钱 他早就让王凯打过去了 而且他还多付了四十万 谁知道 这笔钱竟被王凯撕吞了 说来说去 还是这个王凯 知道了其中的误会 二人的关系有些缓和 毕竟曾是一对恩爱夫妻 多年未见 心中的思念 便忍不住倾斜而出 王凯让小杰留下过夜 小杰也没有拒绝 一夜欢雨过后 王凯睡得香甜 可小杰却无论如何 都无法入睡 他绝不可能释怀 虽说都是王凯从中作梗 但如果他王凯立场坚定 又怎会让他 过上今天的苦日子 想着想着 小杰掏出床下的剪刀 一把截出了 王凯的真男人 王凯的后半辈子 再也不能陪伴他的董事长 小杰也因故意杀人罪判刑 在牢里 他感到无比后悔 不该为了仇恨 打上自己的人生 因为最无辜的 还是在家中等他的孩子 我见鬼了 香南声称 自己每过七天就会撞鬼 公交车上 香南第一次看见 被烧得不成人形的鬼 站在路口 本来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可下一秒 一个打着伞的鬼 出现在公交车上 奇怪的是 整辆公交车上 似乎只有香南能看见他 第二个七天 他没敢再出门 可就算在家里 也没能躲过 正在洗澡的香南 竟然从脖子后面摸出了 被烧焦的灰烬 玉帘外开始闪烁火焰的光 浓烟在香南身边弥漫 他拨开玉帘 不料玉帘后面还是玉帘 香南一层一层的向外走去 最后一层的玉帘下面 站起来了一个人影 三七的时候 妹妹不放心 将他接到自己家照顾 可是撞鬼的事情 反而愈演愈烈 临近十二点 香南忽然惊醒 再次在门外 看见一个烧焦的人影 打开灯 却什么也没有 如此反复了两次 香南决定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厨房的灯亮着 水龙头没关 香南被妹妹吓了一跳 原来是妹妹半夜饿了 来热点东西吃 就在香南放下心 来准备上楼的时候 却在楼梯上 看见了一个肚子上 卡着方向盘的鬼影 和上次一样 除了香南 没人能看见这些东西 就在她讲得入神的时候 听见声响的妹妹冲进来查看 原来香南的妹妹 在医院里当护士 就把她接了过来 希望香南能在这里 接受专业和系统的治疗 妹妹向小梦解释 不久前 一辆公交车 为了躲避香南的车 车身侧翻 当场爆炸 车上的六个人全部遇难 从那开始 头七 二七 三七 在香南身上 不断发生着诡异的事情 今天正是四季 妹妹特意换了夜班照顾香南 可就在她准备 进入病房查看情况的时候 赫然在香南的病床前 看见了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缓缓推开门 床前并没有什么异样 她只能安慰是自己眼花了 这时一阵烟雾袭来 一个黑影直直地朝着妹妹袭来 她蜷缩在墙角 等到一切散去 站起来环顾四周 却什么也没看见 听见动静的香南 把妹妹拉进了自己的病房 这是妹妹第一次 看见香南说的那些东西 为了帮助这对姐妹 小梦想出了一个好方法 驱鬼 妹妹很快就开始 准备驱鬼要用的东西 你记住 死了几个人 就要烧几副纸钱 几个梯子 心里要想着他们 无期当晚 小梦找到有水数银的地方 摆上供品 恭恭敬敬地烧好纸钱 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 回到病房的妹妹 在角落里 看见了一个焦黑色的人影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立刻跑回病房 寻找香南 病房空无一人 房门突然被锁 惨死的冤魂 趴在外面的玻璃上 像是来锁命的 等小梦赶到的时候 妹妹愣愣地坐在床上 想起母亲的话 她们很有可能少送了一个人 第二天 妹妹开始搜集资料 果然发现了端倪 公交车上的六人当场死亡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伤的交警 在送到医院后身亡 联想到之前看到的鬼影 妹妹心里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 为了能让香南彻底放心 六七这天 妹妹和小梦请大师开谈做法 送走所有的冤魂 惨死的人一个个地出现 就在快要成功的时候 一阵风吹灭了燃烧符纸的蜡烛 香南在病房里更加崩溃 天师警告他们 务必在最后一周的时间 找出少的那个人是谁 否则该送走的没送走 不该送走的却送走了 是会出大事情的 此时香南的身影出现在楼梯间 妹妹也紧跟着追了上去 跑着跑着 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里不是医院 墙上出现密密麻麻的诡异黑手印 伸手一摸 黑色的液体从墙上滴落 为了救香南 妹妹鼓起勇气把门打开 烧焦的公交车被烟雾环绕 妹妹看见香南在车上 便想上车寻找 可车上哪里有她的身影 被烧焦的死者 一个个地出现在她的四周 死者渐渐逼近 妹妹被吓得浑身颤抖 这时一束光照向她 开门的人正是香南 她十分自责将妹妹牵扯进来 原来当晚公交车 并不是为了躲避她才出了车祸 而是香南在拐弯处开远光灯 晃到了司机的眼睛 这才引发的这场悲剧 妹妹把真相告诉了小梦 决定报警自首 只为求得心灵的安宁 这时小梦却提出了一个诡异的问题 你姐姐 经常不见吗 妹妹不是在寻找香南 就是在寻找香南的路上 作为一个病人 为什么会经常消失 怀疑的种子在心里埋下 妹妹去往姐姐的病房 病房里空无一人 她开始回想之前的种种细节 果然从报纸上发现了端倪 那场车祸中 除了公交车上的六个人和一个交警 还有一个当场身亡的小车司机 难道一切都是幻想吗 小梦诊断 这是她为了逃避心理创伤 而分裂出的第二人格 妹妹苏丽珍五年前 就已经因为肺癌去世 而香南因为无法接受妹妹的去世 所以在大脑里分裂出妹妹的人格 而她们之中真正当过护士的人是香南 五年前妹妹得了肺癌 在她的建议下做了手术 却没能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 从此香南一直对妹妹的死耿耿于怀 她把自己幻想成了妹妹 把去世的人幻想成了自己 潜意识里的香南希望死的是自己 至于车祸 也并不是香南的亲身经历 而是从新闻的直言片语中 在大脑里幻想出来的情节 公交车上的死者 也不过是她在妹妹葬礼上见到的 对妹妹的死无动于衷的路人 从头到尾 一直都是香南独自出演的一场独角戏 注意看 这个富婆的面前突然出现一条发光的线 就在她跨过这条线的瞬间 身体突然像被点燃了一样浑身发烫 看到的东西也全都是红色 她挣扎着回到红线外 这才捡回一条命 可就在晚上下楼扔垃圾的时候 李乔又看到了那条红线 看着路人安然无恙地从红线边走过 她再次好奇地伸出手试探 为了查清楚这条红线 李乔开始带着地图 在城市里寻找红线的踪迹 很快她就发现 这些红线把她圈在了这个城市里 一切的一切让她想起了一个人 李乔彻底疯了 神情恍惚的她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 可红线并没有放过她 仍旧一步步逼近 终于她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 刚逃出来没几天 就被小孟带人截获 准备将她带回医院 然而就在他们开车返回的时候 李乔却忽然变得十分惊恐 她的身体开始发烫 不停抽搐 她说什么 回去 她说回去 小孟立刻开车返回 没过多久 她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 在车上睡得很平静 几人只好换条路回医院 可是很快 李乔再次变得十分惊恐 极力阻止他们向前开 因为前面有一条 只有她一个人能看见的红线 李乔的体温急速升高 等到车倒回红线外 李乔这才从痛苦中脱离 小孟不信邪 来回多次测试 终于确定 只要越过某条特殊的线 她的体温就会飙升 几人没有办法 只能先在城里安顿下来 小孟认为 李乔并不是发烧 而是人体自然 至于为什么到了那个地方 就开始发烫 只有结界一个答案 就在几人分析李乔的病因时 故事小游却表示 在李乔身上发生的事情 很像她写的一本小说 我记得在第三章的时候 讲到了一个老千 那个人到处行骗 最后牛头马面 用了四门死刀死风 是那个人 想起所有办法都逃不出一场火灾 最后被活活烧死了 第二天 他们把李乔放在水里 希望用这种方式带她冲破结界 然而这次一起变得滚烫的 除了李乔的体温 还有那桶水 尝试再次以失败告终 小孟意外发现 他们三次走的路 都在差不多的位置 被姐姐阻拦 如果将这三个点连在一起 就组成了圆圈的一部分 补圈这个圈就会发现 医院在圈外 也就是说 李乔刚来医院的时候 这个圈要比现在的大 而李乔之所以从医院逃走 很有可能是圈在不断缩小 他在指引李乔去一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就是圆心 他也说他之前住什么地方 住友爱公寓 友爱公寓就是圆心 李乔恍惚着走向友爱公寓 最终他站在了一个圆上 小孟的手搭在李乔的肩膀上 顺着他的目光 看见了顶楼上探出头的人影 小孟迅速上楼 一脚踹开房门 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 他吃下小药丸 李乔的故事开始在他的脑海中重构 原来在这里住着的不止李乔 还有他的朋友张霞 两个人都十分热爱文学 一次意外让他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李乔善于交际 张霞善于创作 他们一个主外一个主内 共享举斗这个笔名带给他们的快乐 第一次获得荣誉证书 他们兴奋的一起合影 就在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 张霞却遭遇了创作平静 这让李乔十分恼火 我理解你有你的态度 我不管 但是进度呢 杂志社那边我又是陪酒又是送礼的 人家好不明答应把我们的连载 放在他们的头版了 可是现在你却连稿子里都按时交不出来 你让我怎么做 怎么做 张霞为作品呕心沥血 然而所有人知道的 却是光鲜亮丽的李乔 看着电视里对写作过程一笔带过的李乔 张霞十分痛苦 然而他的痛苦只是张霞的 和剧斗毫无关系 事后李乔却表示 是自己帮他挡下了外面所有的压力 张霞再也忍不住了 站在友爱公寓的走廊上 与此同时 红圈正在急速缩小 随着故事里的张霞从楼顶坠落 穿着病号服的李乔 也吐出一口热气 昏死在地上 死里逃生的李乔 将剧斗作品的真实作者公之于众 也将得到的所有利益 都交还给剧斗的家人 而这一切都是他对自己 做下的措施应当付出的代价 寂静的深夜里 一个女人正在为孩子擦拭花露水 突然年幼的女儿 指向窗户外边的人影 女人望向窗外 却什么都没看到 以防万一 女人还是决定独自出门查看 这时一个男人悄悄出现 一把将她抱住 女人吓得大声呼喊 看到是出差回家的老公时 女人又惊喜又生气 她忍不住责怪老公 回个家还故意弄这一出 男人明显已经后继勃发 扛起妻子就往屋里跑 殊不知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二人 男人名叫阿伟 和妻子军军常年分居两地 阿伟想趁着年轻 在城里多挣点钱 所以军军只能常年独守空房 二人一夜欢愉过后 第二天一大早 阿伟便起床准备离去 军军听到动静有些不悦 则怪阿伟怎么起得这么早 阿伟则说自己要赶回城里打工 军军一听她又要走 忍不住开始抱怨 每次都只回来一个晚上 不知道你到底回来干嘛 阿伟也知道对不住军军 只能安慰她 自己再干一年就回来陪她 就在二人谈话间 一个男人坐在车里 摘下遮光板里的一张合照 忍不住欣赏起来 男人越看越喜欢 竟情不自禁亲上一口 而照片上的女生正是军军 原来这是军军的青梅竹马梁子 虽然军军一家为人妻 可梁子还是里里外外帮衬着她 表达着自己隐秘的感情 梁子将照片放回遮光板 开车驶向军军家门口 正巧撞见送阿伟出门的军军 三人闲聊了几句 梁子则说她正好也要去城里 可以捎带着阿伟一起 阿伟一看有顺风车 不坐白不坐 心大的阿伟坐车离去 殊不知自己是沾了老婆的光 可军军的闺蜜小丽是个名眼人 她趁着阿伟离去 偷偷询问军军 梁子对她这么好 真的没别的意思吗 军军赶紧解释 梁子哥就是把她当妹妹看 让小丽别瞎说 可下一秒小丽却说 你知不知道 阿伟在城里有相好了 大家都传开了 军军面对小丽的提醒 依然选择相信阿伟 就在二人谈话间 一个男人突然从玉米地里 窜了起来 男人名叫浩子 是村里的混混 整是里游手好闲 专挑留守妇女调戏 从她猥琐的双眼就可以看出 上次偷归军军的人就是她 浩子死盯着军军不放 还张嘴问她要了一根黄瓜 单纯的军军听话地递给她 没想到却被浩子占了便宜 惊慌失措的军军赶紧撒手 一旁的小丽看到浩子欺负军军 直接冲上前要揍她 吓得浩子落荒而逃 白天由小丽保护 而到了夜晚 军军又是孤身一人 就在军军准备关门睡觉时 浩子却突然前来 堵住军军的大门 可死鸡白咧不肯离去 非要进屋喝口水 军军满口回绝 可浩子压根听不见 正当军军孤里无缘时 一只手突然将浩子拽飞 浩子正准备发火 一看来人是梁子 吓得赶紧留之大吉 军军面对梁子的解围 甚是感谢 二人的童年 也是一起吃西瓜 说着说着 梁子看着军军出了神 军军感到不对劲 就让梁子别说了 梁子面对军军的回避 也只能把情感继续放在心里 阿伟一走又是个把月 转眼间 军军的生日到了 可阿伟却说自己请不下来假 这让军军感到很不开心 平日礼伯在家也就算了 生日也回不来 阿伟也感到有些愧疚 便说过几天他给家里买台电脑 让梁子去家里安一下 这样以后两人就能视频了 顺便再给军军买条裙子 就当是生日礼物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没过几天 梁子提着电脑和裙子 来到军军家 一进门 梁子就把裙子递给军军 让他穿上试试 可毕竟梁子是个男人 军军还是感觉不大合适 可梁子却执意让他去换 如果不合适 他还能拿回去调换 正好他趁着这会儿安个电脑 军军不好意思推托 便进屋去换 可等到军军进屋 梁子压根没有心情安电脑 他看着桌子上摆放的军军照片 简直爱不释手 心仪的女人此刻正在屋里换衣服 梁子的心开始疯狂跳动 他不自觉地走向军军的卧室 蠢蠢欲动地手伸向门锁 正敲此时 浩子又来瞎溜达 他偷偷跑进院子里 却不小心碰到了铁锹 听到动静的军军惊呼是谁 这一声也唤醒了梁子 梁子急忙出去查看 浩子赶紧往外跑 前期之下 他躲进梁子的车底 这才没被追出来的梁子发现 梁子没找到人 准备回来告诉军军 谁知这一推开门 军军的衣服还没穿好 慌张的军军赶紧掩住自己 让梁子出去 可这会儿梁子哪还有理智可言 他一把抱住军军 开始疯狂告白 几千个日日夜夜 他不想再看着照片度过 梁子不顾军军的反抗 把他扑倒在床 而此时 军军的叫喊声 引来浩子的偷窥 浩子看到屋里的动静 大为震惊 然而小丽路过军军家中 又瞅见浩子不老实 他大吼一声 将浩子吓得赶紧撒腿就跑 而小丽这一声 也叫醒了梁子的良知 他松开挣扎的军军 向他连连道歉 可此时的军军全坐在床上 凌乱的头发挂满脸庞 他让梁子赶紧离开 并说今天的事 他不想任何人知道 军军这样做 或许是想保留 二人最后的体面 可殊不知 这个举动又给了梁子无尽的希望 这天梁子在小卖部看见浩子 他一把抓住浩子 质问他哪天都看见什么了 胆小的浩子急忙说 自己什么也没看到 可他又想趁机挑拨离间 于是他便告诉梁子 阿伟在城里有了相好 这事村里都传开了 只有军军装作没听见 梁子听到这话 内心气愤不已 当年他眼看着军军嫁给阿伟 本以为是祝他幸福 可谁知 阿伟竟然把他常年扔在家里 如今还敢有了外遇 这连梁子再也无法按捺住自己的内心 第二天 梁子主动跑到玉米地找到军军 他直接告诉军军 阿伟有外遇了 让他和阿伟离婚 他会好好照顾军军和孩子 可军军根本不想听梁子再说些什么 看到军军不相信 此时的梁子已经极不可耐 在这空旷的玉米地里 梁子狠狠扑到军军 任凭军军如何挣扎和呼喊 都没有人来救他 最终梁子得逞了 完事后的梁子向军军下跪 表明自己的诚心 他真的很喜欢军军 从小到大都喜欢 当年是他不敢说出口 才让阿伟捡了漏 如今他醒悟了 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梁子的这番深情告白 军军听后却毫无反应 任凭梁子如何劝说自己 他都不肯和阿伟离婚 但也没有报警来抓梁子 疲惫的军军独自回到家中 一遍遍擦拭着自己的身体 企图把这不堪的记忆也一并抹去 可现实并不会如此 这天阿伟又放假回家 依旧是坐着梁子的顺风车 可这次军军看到梁子便转身回屋 梁子也略显尴尬 匆匆离去 这让阿伟察觉到一丝不太对劲 夜晚阿伟去世代发钻进被窝 可军军却声称自己很累 拒绝了今晚的会议 阿伟也没太多想 便跟着睡去 随着阿伟的再次离开 梁子开始频繁缠着军军 就是要让他离婚 和自己在一起 可军军反复警告梁子 他真的不爱他 但梁子就是不相信 毕竟二人的事情 军军一直没告诉别人 那说明就是对他有意思 军军开始疯狂疏远梁子 突然有一天 军军的孩子发起高烧 慌张的军军不知该如何是好 打给阿伟 他也无能为力 此时梁子开着车赶来 抓紧送孩子去医院看病 军军本想拒绝 可梁子却说是阿伟让他来的 这话让军军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眼前孩子最重要 无奈他只能再次成了梁子的情 而这次的忙让梁子更加肯定 自己才是照顾军军最好的人选 在这军军因为阿伟总是不回家一事 和他大吵一架 军军哭诉阿伟 家里的事情他一件都帮不上忙 不知道嫁给他做什么 在后边听着电话的梁子 顿时来劲 他趁热打铁祈求军军和他离婚 自己真的比阿伟强上百倍 军军对此情景崩溃不已 他不知该怎样做 梁子才肯放弃 就在军军苦恼时 阿伟再度回来 这次也是梁子接他 可二人却一言不发 晚上 军军问阿伟能不能回来 别去外面打工了 阿伟则还是老话 趁他年轻多干一阵子 说话间 军军的手机响了 阿伟忙问是谁 军军看都没看 赶紧说打错了 阿伟顿时觉得奇怪 你看都没看 你就知道打错了 此时的阿伟 似乎感受到了一些绿意 阿伟思索片刻 他告诉军军 明天他就要去城里辞职 晚上就搬回家住 有什么猫腻 咱们一起看看 得知阿伟即将回来上班 梁子更加焦急 趁着阿伟不在 梁子又来逼迫军军离婚 此时的军军崩溃不已 他向梁子下跪 问他能不能放过自己 可梁子也向他跪下 问他能不能相信自己 梁子询问军军 阿伟知不知道咱俩那事 军军摇摇头 梁子立即起身 说他要等着阿伟回家 告诉他 军军已经是自己的人了 看着梁子起身进屋 军军感到大脑嗡嗡直响 他开始私下寻找些什么 他一定要阻止这件事 终于 军军拿起一个铁锹 重重向梁子砸去 随着一声巨响 阿伟闻声进屋 看到眼前这一切 阿伟顿时明白了 这个猫腻究竟是什么 本据就此发生 梁子被送往医院救治 索性救回一条性命 可阿伟和军军的感情 也受到了重创 如果军军能够一开始 就采用强硬的手段 报警制止梁子的行为 或许就不会给梁子那么多希望 而阿伟 舍弃年轻的妻子独守在家 殊不知他每天要面临多少危险 而在他害怕时 又能找谁帮忙 女人涂上一抹艳丽的口红 看着镜子里美丽的自己 她不禁自信地转起圈圈 这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 脸上的甜蜜 已经溢出屏幕 她来到男友家中约会 一进门 她便被蒙上双眼 等到纱布掀开 眼前的浪漫场景 令她感动到流泪 男友拿出为她买的新睡衣 让女人待会儿换上瞧瞧 可还没等衣服换上 男友便忍不住和她开始亲热 正当二人浴火分身时 女人的电话突然响起 似乎是心虚 女人急忙查看来电是谁 喂 老公 啊 你 你回来了 原来是女人的老公 突然出差回家 女人只好谎称 自己在外买菜 一会儿就到家 电话挂断 她一脸悲伤 告诉情人 自己马上要回去了 可男人却意犹未尽 必须把事干完 才能放人 就这样 女人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家中的老公早已等候多时 女人名叫小花 老公强子 常年在村里务农 因为孩子在城里上学 强子便在城里 为妻儿租了一套房 自己则独自待在乡下 可就是这样两地分居 并寂寞的妻子 迷上了网聊 在网络上 她与一名叫做大壮的男人相识 得知二人在一个城市 她便发了自己的照片 与大壮面积 此后 二人便坠入爱河 无法自拔 小花面对丈夫的突然回家 显得有些紧张 丈夫也察觉出她的不对劲 脸色忽然严肃问她 你变了 小花顿觉慌张不已 没想到 丈夫下句话却是 你变漂亮了 和村里的时候 真是不一样了 心虚的小花 听完不禁长舒一口气 她朝气忙慌 说要去洗澡 丈夫以为 妻子要和她亲热 心领神会在卧室等待 等她洗完澡后 丈夫拿出为她新买的睡衣 但这个睡衣 竟和大壮买得一模一样 胆战心惊的小花顿了一下 急忙催促丈夫去洗澡 可在她擦头发时 丈夫询问 她脖子上哪来的红印 小花脑海里顿时想起 刚刚的翻云覆雨 她苍白地解释说 是自己不小心脑哄的 对于妻子怪异的反应 丈夫没有多问 只能半信半疑 前去洗澡 与此同时 大壮知道 小花回家找老公 脑海中总是浮想连篇 她难以接受 小花在别人怀里 急躁的她 开始给小花狂发信息 甚至欲要打电话 此时小花洗完澡 躺在床上昏昏欲睡 唯有丈夫浑身的力气 无处施展 她悄悄凑近小花 想要亲热一番 不料被小花果断拒绝 正当二人说话时 小花的电话响起 丈夫一把夺过手机 心虚的小花想要去抢 但丈夫却说 打来的是骚扰电话 小花虽输一口气 但为避免夜长梦多 她还是关了机 待到深夜时 小花开机 收到大壮一堆短信 全是一些心急如焚的骚话 无奈 小花只能偷偷给她打电话 让她别再这样 稍微人两天 墙子就回去了 小花说得激动 没注意 床上的丈夫已经醒来 她偷听到二人对话 但没有当场揭穿 第二天 她趁小花不在 偷偷登陆她的社交软件 无奈密码错误 这时 她想起昨晚的睡衣 为何小花看到睡衣 神色如此慌张 想到这儿 丈夫打开衣柜翻找 经看到两件一模一样的 她预感 妻子已经出轨 但为了挽救这个家庭 她决定换种方式解决 孩子刚巧放暑假 她决定 接着小花和孩子 回乡下住一阵子 一来可以维持感情 二来可以阻断二人来往 这个方法确实奏效 小花跟着丈夫回到乡下 便减少了和大壮的往来 一心一意 扑到家庭 她甚至想和大壮分手 就在她以为 此事能够瞒天过海时 丈夫忽然带回家一个兄弟 兄弟进门 小花和兄弟都傻了 她一直以来的网恋对象 竟是自己丈夫的朋友 二人见面显得尤为尴尬 吃个饭都吓得晚掉一地 其实丈夫想不到二人能有联系 脸没看出什么短倪 晚上二人在一起喝酒聊天 丈夫说 大壮会在咱家住上几天 看看咱家的果园 这个消息对小花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她趁丈夫喝醉 偷偷找到大壮 让她抓紧离开这里 她不能再对不起丈夫 也不能再对不起这个家 大壮现在也很懵 她没有想到 小花竟是兄弟的老婆 二人的谈话 被醒来的丈夫打断 只好就此作罢 次日 小花看到大壮还没离开 便再次偷偷找她 和她提出分手 但大壮却说 自己也很难 她纠结了一夜 还是放不下这段感情 无奈 大壮为让小花安心 她主动要求 晚上睡在果园里 但只要大壮不走 小花还是忧心愁愁 愁得她给儿子 洗了三扁头 丈夫意识到她的不对劲 准备问个明板 此时 小花手机突然响起 她顺手拿起手机 看到大壮给小花发的短信 眼前不堪入目的情话 让她彻底明白 是怎么回事 怪不得有两个 一模一样的睡衣 因为这睡衣 就是大壮给她推荐的 气恨的丈夫 迎头撞伤进门的小花 她将手机递给小花 质问她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小花得知东窗事发 便开始失声痛哭 她一哭 丈夫就知道 这事稳了 被绿的她 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愧疚的小花 恳求丈夫 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丈夫也明白 这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她转身冲进大壮屋里 上去就是一门锤 大壮本来有些生气 可听到丈夫说 她全都知道了 大壮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二人彻底闹掰 小花虽继续和丈夫过日子 可丈夫的心中 一直没有释怀 她开始变得酗酒成饮 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 回家就各种不痛快 不仅辱骂小花 还欠连孩子 痛不欲生的小花 思索再三 还是决定和她离婚 这样放过彼此都好 但丈夫听到这话 又是一个巴掌甩过去 她认为小花 就是想跟她离婚 然后和大壮在一起 被狠狠牵制的小花走投无路 只好打电话向大壮诉苦 大壮听到小花受此委屈 立刻约她出来见面 二人在小树林相遇 殊不知 丈夫一直尾随小花 感到这对狗男女 在自己面前相拥 丈夫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拿起一块板砖 就朝大壮抡了过去 最终 这段错误的婚外情 还是闹出了人命 也毁了这个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 男人独自出差 不料深夜竟有美女敲门 起初男人并不打算理会 毕竟也不知道价格多少 可她刚刚躺下 敲门声竟再次响起 男人不耐烦地起身开门 面对频繁骚扰服务 你会怎么解决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我不需要服务 老公 你怎么这么晚才开门啊 美女提着行李箱 大摇大摆走进酒店 仿佛一切都是轻车熟路 还没等男人开口 女人便自觉主动去洗澡 这一套流程下来 男人更加奇怪她的身份 带她洗澡出来 男人忍不住询问 你是谁 我是你老婆 老婆 这根本不可能 张子民很清楚 自己的老婆根本不会这种装扮 二人结婚五年 感情一直很好 妻子温柔贤惠 对她事事周到 这次出差前还送她上车 怎么可能这么快出现在酒店 可当张子民细细端详 面前的这个女人 长得确实和她老婆一模一样 除了比她老婆更加迷人一些 美女口口声声 热情呼喊老公 并一把将张子民扑倒在床 即便张子民浑身紧绷 不愿就饭 可一夜过去 张子民还是没能守住难得 一大早电话响起 张子民急忙起身 接通电话 她潜意志里 还是害怕妻子发现 当张子民开始撒谎时 妻子却打断她的话 老公 没关系的 她是我请过来的 这句话令张子民感到震惊无比 你为什么要给我请小姐 可妻子却淡定解释 行了 子民 不用内疚 她就是我的父职人 你扫一下她背上的二维码 就能知道了 好好享用吧 拜拜 说起二维码 张子民忽然想到 她确实看到美女的背后 有一个二维码标志 她尝试性用手机扫描 果然出现了新的页面 这种新型的复制伴侣 让张子民感到心气无比 她单纯地认为 这个复制人会和妻子 是一模一样的存在 可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张子民发现 她竟和妻子并不相同 她会开车 而且车速极快 张子民坐在副驾时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激情 晚上二人一起吃饭 她特意点了张子民最爱吃的海鲜大餐 张子民看到她吃的狼吞虎叶 直接愣住 复制人笑着询问张子民 是不是你妻子不爱吃海鲜 张子民点头 说我为了迁就她 也装作不爱吃的模样 只有这次才敢放心去点 复制人听完张子民的话 甜蜜地叫了一声 老公 让她今晚好好享用 张子民在她面前 感受到很多年的放松和愉悦 她的性格 她的行为都和张子民仿佛天生契合 二人在一起相处了许多个日日夜夜 张子民仿佛回到刚谈恋爱时的感觉 可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很快来到张子民出差的最后一晚 二人去酒吧玩乐 复制人神秘地告诉她 自己今晚为张子民准备了礼物 她在舞台上为张子民深情演唱 眼中流露的浓浓爱意 让张子民不由得开始录像 唱完歌后 二人依依不舍抱在一起 仿佛都在可惜明日的离别 可谁都没有说破 深夜 她背着复制人回到酒店 按时服用老婆为她准备的药 忽然 手机上一条短信发来 张子民拨通这则电话 客服告诉张子民 此复制人在生理特征上 与原体完全一致 如果张子民对于复制人更为满意的话 客服可以直接收回原体 让复制人取代原体进行生活 选择原体回复O 选择复制人回复C 这个最后的抉择 让张子民眉头紧皱 他思索再三 还是选择了原体 也就是妻子本人 第二天一大早 张子民提前离开酒店 准备前往机场 可当他坐在车上时 亲眼看到复制人被抓回 张子民的心有些混乱 司机跟他说话 他也没听到 终于 张子民的飞机落地 在他回家的路上 他忍不住最后看了一眼 复制人为他唱歌的视频 一切都结束了 他忍痛把视频删除 准备忘记这段美好的回忆 和妻子好好生活 但他回家之后 竟发现家中空无一人 从未独自外出的妻子 不知去往何处 他拨打老婆的电话 对方无人接听 可桌子上 依然有妻子 为他准备好的药 他吃下一颗后 发现桌子上 有许多明信片 他一张一张翻阅 居然看到自己的署名 上边清晰地写着 他邀请老婆 前去夏威夷度假 可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正当他疑惑时 眼前忽然一阵眩晕 张子民扶着脚通的额头 直接倒在地上 两个黑衣人进屋 把张子民带走 如同刚才的复制人一样 他也被带上了一辆车 张子民在车上昏昏沉沉 朦胧中 他睁开双眼 眼前的景象 让他震惊无比 他的妻子 正和一个相同的自己 幸福地走在一起 张子民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到底是本体 还是复制人 原来 在张子民出差之后 妻子就瞬间收起 刚才灿烂的笑脸 到处一张明片 轻车熟路地联系着什么 摄像头里的他 一犯常态 张子民看着二人如胶似漆 似乎他们才是般配的一对 他的面目已经变得猙獰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是这个结局 张子民被带到一个阴冷的房间 里面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有妇女 有小孩 他不知道这些是原体 还是复制人 他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归为哪一类 不过有一样相同 那便是这些人 都是没被选择的哪一个 在角落中 张子民看到了妻子的复制人 而他也同样看到张子民 脸上先是浮现出一瞬震惊 可随后 他轻蔑地冷笑一声 或许他感到这个结果 真的嘲讽至极 我们无法评判 到底谁对谁错 世间也的确不存在 天生契合的两个人 生活中的选择会形形色色 而你 是会选择那个相互磨合的伴侣 还是一步到位的完美情人 你们在这儿走着 好 去吧 女人看着死赖着不走的男人 心一横直接跑出屋门 准备找村长来把他撵出去 谁知 男人竟一路尾随女人 在一条阴间小道 将女人拦腰抱起 伴随着男人的禽兽行为 女人拼命挣扎 其料男人竟掏出一把刀 威胁女人 女人不想没命 只好乖乖就范 被欺负的女人 名叫彩琳 第二天 她便起了个大早 准备找村长告状 彩琳告诉村长 冷娃回来了 村长一听 有些意外 冷娃不就是彩琳之前的老乡好吗 彩琳难为情的点点头 当年冷娃说要去新疆闯荡 谁知一走就是十年 如今彩琳已经嫁人生子 现在她挣钱回来了 却开始整天赖在彩琳家不走 还要让她离婚 彩琳越说越激动 欲要把昨晚之事告诉村长 可经验丰富的村长 看出彩琳想说什么 为了避嫌 村长让她说给自己的老婆听 女人家总归是方便点 于是 彩琳将昨晚的详细经过 告知村长老婆 等到彩琳走后 村长直接将此事告到乡里 乡里也火速拍了专业的司法员下来 准备为彩琳讨回公道 可当司法员找到彩琳时 彩琳却慌了 他没想到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还要惊动警察 他只是想让村长教训一下冷娃 然而司法员却坚决劝告彩琳 这事你如果一开始态度就不坚决 那之后你必然会吃亏 可胆小懦弱的彩琳 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心里 等到警察来抓冷娃时 冷娃也早已不见踪影 随着彩琳撤案 这事也算是过去了 可当村长忙完回家时 竟看到失踪的冷娃躺在自己床上 冷娃笑嘻嘻和村长打招呼 全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他告诉村长 自己在枕头底下塞了忏悔书 让村长好好过目一下 待冷娃走后 村长往枕头下一摸 经看到一打百元大钞 这个忏悔出村长真是满意至极 而司法官面对彩琳的无知撤案 愤怒离去 本以为此事就此平息 可彩琳的老公老李打工回家 听闻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 冷娃回来将彩琳糟蹋 气愤的老李准备磨刀和冷娃拼命 慌张的彩琳再次劝阻老李 不要和冷娃硬碰硬 老李不仅体虚还是个瘸子 他俩到底谁厉害 彩琳心里跟明镜似的 然而就在二人互相推丧时 冷娃竟主动送上门来 可以看出 冷娃是真的不把老李放在眼里 老李看着肌肉健壮的冷娃 不免后退几步 但男人的自尊 还是让他勇敢地举起大刀 此时彩琳又开始出手阻拦 毕竟老李是孩子他爹 出了事 他们娘俩可咋办 可老李却一把推开彩琳 冲冷娃狠狠砍去 冷娃不费吹灰之力 将老李的手腕死死攥住 他稍一用力 疼得老李嗷嗷乱叫 看着如此不争气的老李 冷娃更加生气 直接暴打一顿没商量 彩琳苦苦哀求冷娃停手 冷娃这才冷静下来 打人一事 很快在村里传开 村长为了平息村民们的口舌 让冷娃好绝好菜 给老李二人赔不是 然而吃饭的时候 冷娃又开始搞事情 他说当年老李去彩琳 花了两千块钱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今天他愿意打五折 出一千块钱 让老李跟彩琳离婚 面对如此羞辱 老李作为男人 岂能忍耐 他又踮起菜刀 欲要砍向冷娃 彩琳面对这个情况 吓得慌张不已 懦弱的他急忙拉架 却被老李再次推倒 看到彩琳挨打 冷娃感到非常不爽 他伸着头 让老李使劲砍 今天不砍 别想出门 老李声音喊得挺大 却迟迟不敢下手 窝囊的老李再次怂包 冷娃对付老李 就跟喝凉水一样 眼瞅着老李如同残匪一般 瘫坐在床边 甚至跪地求饶 请求冷娃放过他们一家 可冷娃全然不理彩老李 还和村长若无其事地 喝酒聊天 面对如此羞辱的一幕 也许彩琳是不想看 老李继续丢人 也许是冷娃的嚣张得意 激怒彩琳 愤怒的彩琳 捡起一旁的菜刀 直勾勾向冷娃的肩膀劈去 彩琳鼓起勇气反抗 本以为能将此事彻底结束 可谁知 这一砍 让冷娃彻底住进了他们家 卑微的老李 要每天伺候冷娃吃喝 还要给他熬药 毕竟砍人的是彩琳 但心有不甘的老李 还是企图吓唬冷娃 他诳骗冷娃药力有毒 谁知冷娃直接讽刺老李 我借你一百个胆子 你也不敢 说完 还充满挑衅的将药喝完 彩琳夫妻的软弱无能 令冷娃越来越嚣张 老李忍无可忍 第一百次举起那把刀 然而冷娃面对这个举动 他都看烦了 直接伸头让老李砍 正当二人交着时 村长带着警察来了 可要抓的人不是冷娃 而是砍人的彩琳 彩琳被强制性带走 老李和冷娃都蒙了 而村长却义正言辞地说 彩琳砍了人 那就必须受到惩罚 俨然一副双标的丑恶嘴脸 无奈 老李只好掺着冷娃 前去给彩琳撤案 彩琳回家后 冷娃再次提起 让彩琳嫁给他 并让老李收拾铺盖滚出去 闹了这么多事 彩琳真的忍无可忍 他从厨房拿出菜刀 抵向自己的脖子 以此威胁冷娃滚出去 不然就死给她看 冷娃慌张不已 心爱的女人以死相逼 她只能选择离去 然而临走时 她依依不舍看向彩琳 因为她不明白 彩琳为什么不愿跟她结婚 那日离别过后 冷娃消停不少 然而好景不长 一天下午 冷娃喝得烂醉如泥 再次来到彩琳家 看到冷娃到来 彩琳如临大敌 然而冷娃却哭着给彩琳一搭钱 说是前些日子对她的补偿 冷娃说 自己准备继续回新疆挣钱了 临走前 她只想听彩琳为自己唱首歌 冷娃的放弃 让彩琳有些意外 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开始露出一丝心疼 毕竟她只是想和她在一起 心软的彩琳为冷娃开始唱歌 二人暧昧的画面 恰巧被回家的老李目睹 猥琐的老李不敢当面揭穿 而是躲在暗处头盔 等到冷娃一走 纸老虎老李便冲出来 拽住彩琳的头发 把她揪回雾里狠狠抱打 并质问彩琳是不是喜欢冷娃 彩琳面对老李的打骂 很不理解 她怒吼 自己明明拼了命赶走冷娃 老李为什么不相信她 看到彩琳理直气壮 老李又瞬间蔫了 她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 又害怕自己的小心眼 吓走彩琳 为了稳固夫妻的感情 老李提出今晚 让彩琳和她一起睡 他们的女儿睡在宅房 然而就在老李大捧展翅之时 冷娃竟悄悄埋伏在家门口 她根本无法释怀 也不愿意放弃彩琳 所以她打算烧死柴房里的老李 可她万万没想到 今晚睡在柴房的是彩琳的女儿 彩琳和老李听到外面着火 急忙出来查看 可火势太大 他们根本救不出里面的女儿 外面的冷娃 看到自己竟烧错了人 感到懊悔不已 可惜一切为时已晚 三人的纠葛 最终害死一条人命 闺女死了 彩琳的心也就死了 她心灰意冷 表示不愿再和老李继续过日子 而老李也没脸待在这里 选择离去 可冷娃害死一条人命 她必须付出代价 彩琳这次终于选择报警 警方来到以后 推断冷娃 一定还会回来寻找彩琳 就让彩琳在屋里等着她 果然冷娃在夜深人静之时 偷偷潜入彩琳的屋里 此时的彩琳早已等候多时 冷娃一看到彩琳 立刻下跪道前 她说自己真的不知道 里面是孩子 她只不过想赶走老李 和彩琳结婚 这时的彩琳 没有暴怒 也没有咆哮 而是把她喊到床上 柔情似水 望着冷娃 随后二人狠狠地翻了云 覆了雨 完事后的冷娃 显得有些疲惫 彩琳让她在自己怀里 好好地睡一觉 门外埋伏的警察 看屋里没啥动静 也不敢轻易行动 此时 彩琳看着熟睡的冷娃 心中想起自己 无辜死去的女儿 她磨出自己准备好的石头 狠狠砸向冷娃 警察听到一声巨响 慌忙冲进屋里 而映入眼帘的却是 满身鲜血的彩琳 以及床上被砸死的冷娃 彩琳被警察靠走 接受法律的制裁 在牢中 司法员当初那句话 不断在她脑中回响 也许 从那时起 彩琳懦弱地放弃 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悲剧 就已注定